新疆小伙和美国大兵签一下生死状 赢者奖金5000万 双方拼到满脸挂血 不打死绝对不罢休 好各位现在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是一场残酷且非常暴力的裸拳大战 同时也是一场这个生死对局 中国新疆小伙沙姆哈尔和美国大兵签下了生死状 比赛两人约定好 都不戴拳套 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没有错我们都知道 不戴拳套才是真正最原始最有野性的拳赛 所以说本场比赛绝对会让您看到过瘾 这一上来打得就很凶 好我们可以看到黑色裤色的短发选手 就是中国选手沙姆哈尔 而白色拳套的长发选手则是丹尼尔罗伯特 双方的速度看起来都是比较快 尤其是沙姆哈尔从小生长在草原 从小就奔跑 他是个草原汉子 倒得很死 哦呦中拳 什么情况 40秒钟的时间 沙姆哈尔给对方的美国大兵来了重重一击 两人这样比赛的胜者将会获得5000万美金奖励 而且根据赛事方要求 两人是签下了生死状 这一场比赛的场地啊非常小 沙姆哈尔打得还是非常的放松 哦呦对手还在挑衅 这一局的勾拳 两人在身高上的话 对方的单眼罗伯特是有优势 但是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场地啊 非常小 所以说他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沙姆哈尔连续的踢身都狠 这是一场地下的拳击赛啊 也就是传说中的黑式拳赛 沙姆哈尔打得很凶 因为地方的美国大兵呢 塞线称我们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 只要他想随时都可以打死 这也是激怒了沙姆哈尔的这个怒火 好没有错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 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老爷们 您看的也是非常的过眼 因为这个比赛啊看着确实很爽 不带拳套最野性最原始的一个拳赛 同时也是一场中美的鱼 沙姆哈尔在第一回合的表现 打得还是非常的激进 以进攻为主 对方的这个丹尼尔罗伯特呢 他是想避开沙姆哈尔的进攻 但是呢场地太小 跑又跑不掉 打又打不过 但是要小心啊 这场比赛毕竟是没有防护措施 也是没有拳套 随时都有可能会敌权KO 哦呦 这里是沙姆哈尔地回合的一次击倒 我们这小伙子的速度很快 而且他的拳头也很贵 而且很放松啊 没有给对方丹尼尔罗伯特任何一个反抗的机会 那散选对方的美国大兵的表态说 今天这5000万他的势在比赛 反而沙姆哈尔的嘴巴也不老 他霸气回应 他说这5000万我归独吞 我会给你这个美国老 即使最起码我会送你一口棺材 我们中国的棺材 好没有错比赛来到了第二回合 让我们看一下沙姆哈尔能否在 第二回合KO对方的美国大兵 下来的话打得还是很凶啊 两人的火腰味还是很浓 而且沙姆哈尔呢 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进攻对手的机会 敌方是一个纯粹的拳击手 而沙姆哈尔是一个自由不羁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虽然说沙姆哈尔打得很凶 但是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 这个沙姆哈尔已经流血了 哇 招方打入到了地面 观众朋友们这不是MMA 这不是综合格斗 所以说不可以打地面 只有战力的中拳对轰 是连腿法都没有 沙姆哈尔下手要轻一点 如果再重一点 对手可能会当场暴毙都有可能 最后的30秒 沙姆哈尔的牙套被打掉了 这个比赛的话观众朋友们在观看的时候呢 请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沙姆哈尔的话 虽然说他表现的进攻很凶 但同时呢 高风险 但是我们有高回报 连续勾拳 沙姆哈尔完全不怕和对手去换拳啊 好 没有错 本局比赛第二回合已经结束了 沙姆哈尔 我们中国的汉子 这样比赛打得太精彩了 两人进行了一场血拼 两回合对局 裸拳比赛啊 看着确实很过瘾 双方的战术跟打法 有着肩不同的表现 对方呢 是一个游走型的拳击打法 而我们的沙姆哈尔 则是一个猛打猛冲 像一个小豹子一样 对方的美国大兵已经不在猖獗 一直在逃跑 沙姆哈尔也受伤了 两人现在受伤情况都很严重 有的时候啊 这种裸拳比赛 地下黑拳的非常害怕打持久战 打得越久 代表你受伤情况会严重 如果一拳KO了 反倒是不会受伤太严重 你可以看到 沙姆哈尔的这个中拳啊 打得很准 沙姆哈尔的这个拳速确实太快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慢动作 但仍然可以看到沙姆哈尔的拳很快 有勾拳 有直拳 有摆拳 而且的进攻手段角度都是非常的刁钻 好没有错比赛马上要来到今天的第三回合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双方最终的对局 中国新疆小伙对战美国大兵的比赛 谁能够斩获比赛的胜利 ik answered 咯 我们都被掌握了 不是这个报告 我觉得我那个形势说了 什么新疆小伙对战美国大兵的 のN 对拼场面太激烈了 包括现场的观众 这个情绪也是很非常的高 双方还是在拼拳 沙马哈尔的这个体能非常的好 最后30秒钟 对方的美国大兵已经被打到挺不住了 但然而沙马哈尔好像一个无情的打中机器 还是很有力量 10秒 好没有错 哨声吹响的一刻 沙马哈尔还在暴打对手 好本地比赛已经是结束了 非常精彩 沙马哈尔大战美国大兵的一场 对局非常的巡派 那这样比赛的话 最终我们沙马哈尔也是把对手打得够呛啊 连续中拳 让对手感觉到了痛苦 对方赛前瞧不起我们 嘲讽我们 结果被沙马哈尔呢 狠狠地暴打了一顿 两岸的实力水平呢 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沙马哈尔呢 已经完全不是奔着胜利去的 他就是想暴打对手 为我们中国人出戏 好 这样比赛的话 最终没有产生KO 但是呢 已经看得很过瘾了 赢者会奖金500万 让我们看一下 最终的胜利者会是谁 好没有错 最终的宣判结果 我们中国小伙展获了比赛胜利 非常的精彩 那么恭喜沙马哈尔 那同时也非常感谢 屏幕前进的收看与支持 观众朋友们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 不散